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领导的政府 对逊尼派的副总统哈希米发出逮捕令 此举被视为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之后 这个国家政治危机日益深化的表现 伊拉克内政部发言人说 哈希米被指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这个指控的根据是哈希米三个保镖供词中描述的内容 奥巴马政府对有关事态的发展表示关注 白宫发言人说 美国敦促各方争取以法治的方式 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早些时候呼吁议会 对另一名主要的逊尼派领导人 伊拉克副总理萨利赫·穆特拉克进行不信任投票 穆特拉克在接受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采访时 称马利基是独裁者 并敦促美国重新审查伊拉克政策